中国新闻社世界华文传媒研究中心特聘专家聘任一事24日在北京举行 中新社世界华文传媒研究中心是集国际传播的科研、交流、咨询服务和人才培养为一体的国际性学术研究机构 中国新闻社总编辑张明新在致辞中表示 海外华人和海外华文媒体是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重要载体 他们致力于讲好中国故事、讲好华人故事 用海外受众能听懂、易接受的表达方式和话语体系 构建了海外社会读懂中国的独特视角 架起了中国与世界沟通的理解之脚 扎根海外遍布全球的华文传媒不仅是6000多万海外华人的精神家园 也是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 更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桥梁 成为一支独具特色的国际舆论力 中国新闻社副总编辑陶光雄表示 世界华文传媒研究中心首批聘请了30余名 在国际传播、媒体研究和实践的精英组成团队 将全面致力于国际传播华语体系和理论体系的研究与创新 探究跨文化的国际传播规律 引导和支持海外华文媒体持续健康成长和融合发展 世界华文传媒研究中心将通过多种形式促进研究成果转换 推动并营造海外华媒业界浓厚的学术气氛和环境 更有效地服务于海外华文媒体的实践探索 拼任仪式后 受要出席的业界与学界代表围绕如何加强海外华文媒体研究 推动并引导其持续健康发展等内容交流发言 分享了各自的真知灼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